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玩家大家好 欢迎回到老虎师傅 我是麦哥 今天我们将为玩家介绍 什么是老虎鸡 老虎鸡的基本玩法 以及为什么老虎鸡这么吸引玩家 老虎鸡又要怎么中大掌呢 在进入我们主题之前 我们必须提醒玩家 老虎鸡 小赌一琴 大赌上升 玩得开心就好 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赚钱的工具哦 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是有十几年经验的老虎鸡设计工作团队 提供帮客户设计游戏 计算制作 以及产品咨询等多项服务 成立这个YouTube帐号 是希望可以以我们的专业 可以为玩家提供各种 老虎鸡的介绍 以及玩法 心得感想 让玩家呢 不管是要用手机玩 还是去Vegas 或是去世界各国的赌场 都可以把自己的钞票投进去之前呢 对游戏机有一定的了解哦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老虎鸡该怎么玩呢 每一台机器里面呢 都会有一个乱数产生器的程式 Render Number Generator 简称RNG 这个程式呢 是可以计算老虎鸡出现的结果 而且非常快速 大约是千分之一秒的时间 所以当玩家按下 Spin Button 也就是Spin的按钮 或是拉下手把的瞬间 机台呢 就已经决定 出现在画面上的图案组合是什么了 意思就是 当你看到转轮在旋转的时候 其实结果呢 早就已经注定好了 所以 事实上 转轮其实根本就不用旋转 就可以告诉玩家结果是什么 但是加入旋转的动画呢 可以增加游玩的刺激度 以及玩家的期待感 所以每一台机台呢 都有一定的几率设定 多久会产生玩家获胜的结果 而每一台机台呢 根据市场 以及制造商呢 都不尽相同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机台 在亚洲国家受欢迎 在欧美却不一定的原因 有些人喜欢中奖次数多一点的感觉 而有些玩家呢 喜欢不容易中奖 但一旦中奖呢 就很容易赢大奖 在这边呢 要顺便提到一个名词 叫做反水率 Return to Player 简称RTP 也就是将筹码回归给玩家的比例 举个例子来说 RTP 90% 也就是在长时间游玩的情况下呢 如果玩家总游戏的筹码是100块 最后回到玩家手上的筹码 就剩下90块 一般来说呢 老虎机的RTP 会被设定在85%到98%之间 因市场 地点 国家 以及地方法规 都会有所不同 而老虎机的机台大致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Penny Machine 也就是吃饺子老虎 这种机台的外表呢 看起来呢 就像是实际的转轮 通常玩法也比较单调一点 但中奖的奖项呢 给的奖金比较高 另外一种老虎机呢 为数位老虎机 基本上呢 就是在萤幕上 有一个老虎机的游戏给玩家玩 这类的老虎机玩法多变 而且动画也比较精彩 广受玩家欢迎 也就呢 成为现在Casino的主流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数位老虎机的玩法 通常玩法分为两种 一种是Payline Game 以及另外一种Way Game 所谓Payline Game呢 也就是在线上 由左而右 只要出现三个以上相同的图案呢 就算得分 而Payline的机台呢 又有不同的线数 25、30、50、60 甚至到100多条线的都有 越多线呢 越容易中奖 但中奖的分数呢 也就相对比较小 所以通常赌性比较重的玩家 都比较喜欢线数少的 因为中奖的奖项呢 也相对较大 而Way Game 则是没有线数上的限制 只要由左而右的转容上 出现三个相同的图案 就算中奖 图案呢 通常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一般图案 也就是出现在线上才能中奖 另外一种图案 叫做Scatter 也就是分散图案 通常呢 是用来作为进入免费游戏的方式 待会呢 我会解释一下 什么叫免费游戏 如果想要进入免费游戏 也就是在主游戏呢 出现三个分散图案 作为触发免费游戏的机制 通常呢 进入免费游戏 玩家也比较容易中大奖 所以呢 这种分散图案 也就成为玩家主要期待的图案 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图案呢 通常在画面上呢 都长得比较大 比较明显 而老虎鸡呢 游戏中呢 主要分为主游戏 以及副游戏 主游戏呢 就是玩家每一个spend 都必须投币 而得到的结果 而副游戏呢 大部分通常为免费游戏 或是开宝箱等小游戏 来给予玩家呢 更刺激的游戏方式 副游戏通常呢 必须由主游戏进入 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由出现三到五个分散图案而触发 而触发后的副游戏 通常有许多不同特色的玩法 也就成为这台老虎鸡 最具特色的部分 这部分呢 以后麦哥会做更多的说明 而老虎鸡之所以 让玩家为之疯狂 最主要是因为 这是一个以小博大的玩法 可能只是一块钱 五块钱 一个spin 可以带来几百几千 甚至几万的回馈 这是tablegame无法做到的 而且老虎鸡不需要计数 只需要运气 所以更是让玩家所喜爱 而好玩的老虎鸡 更是会做出 让玩家产生自以为运气很好的错觉 比如出现一些画面 让玩家感觉 差一点就中大奖了 如此 玩家就会继续玩下去 所以设计一款好玩的老虎鸡 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老虎鸡要如何中大奖呢? 根据不同鸡台的设计 每个鸡台中大奖的方式都不尽相同 有的是出现特定图案 有的是专注在JobPod的出现 而有的是专注出现很多的小奖 不管中奖方式为何 都一定要让玩家充满期待感 中奖率的拿捏才是游戏好玩的关键 好啦 以上就是老虎鸡的基本介绍 如果你喜欢麦哥的影片 请给麦哥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 之后呢 会有更多老虎鸡的介绍给各位玩家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